近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 由全港1545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共同发起人的 香港民间组织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正式成立 大联盟副秘书长黄一豪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目前香港遭遇新冠疫情和修理风波双重打击 政治经济社会等受到严重影响 希望通过组建联盟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推动香港再出发 真是越看越觉得很需要凝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 就怎样可以推动香港在经济、民生、实际很多不同领域 能够再次起飞、社会能够再创繁荣 黄一豪称一近五百多位共同发起人中 青年人占据了不少比例 这在同层次的社会团体中十分少见 如何解决现实青年人的困难 了解他们的心声是大联盟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梁振英总召教人更加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了 他是很关心青年人 究竟可以是怎样去找到一些工作 就算他不是很高的仇身工作 又没有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可能是社企、移工等等 不明朗的疫情的时期 就可以令到他们将来的CV、简历上面 有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参与 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 不仅在成员组成、服务群体选择上 让青年人更多参与 大联盟的主题曲《在出发》中 也启用了当下乐坛的青年歌手和一众学生一同演义 作为主题曲《在出发》的总策划 黄英豪称青年人的参与很重要 大家可能会问为何一首 以一个相对庞大的大联盟 为何不是找一些所谓很知心的 出名的歌声呢 因为每一个社会 它的未来都是由青年人去承担起来的 所以我们里面找那个银河新星合唱团 主要是高中学生 是16到18岁的 那里有6位 另外的歌手都是20多岁到30岁 黄英豪透露 这首歌从酝酿到录音 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 歌曲最难是创作和填词 当中歌词修改了10次以上 亦尝试了多个版本 他希望在出发能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歌曲 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狮子山下一样 铭记人心 鼓舞斗志 对于未来规划 黄英豪称 大联盟除了会策划更多便利民生的活动 更会设立不同议题小组 并配合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 推动香港向积极正面发展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平台 是这么多各界的朋友都有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在很多香港的短中期 很多的逼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作出一些探讨 需要做的很多 有心人很多 愿意出力 出资源 出时间的朋友很多 就是希望可以尽快 出到一些倡议和行动 最重要就是市民大众 希望可以有一个共鸣